HELLO 大家好,我是飛鱸 我發覺很多時有網友問一個問題 就是問甚麼呢? 其實他每次看完,可能是 BT-500X 的影片 就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要一個 premium 一點的街場波 我不介意價錢的,不要說性價比 性價比是不重要的,我還要頂級,即是超卓的勁 其實這件事還包含另一個含意 其實是否你覺得內容性都不重要 因為很多時很 premium 的波 內容性一定是低的,這是很難避免的 本身的內磨和手感,其實是有些反比的 你的手感好的波,保持得到手感好的時間 一定是相對比較短一點 很難說,又可以長期好手感又可以長期內磨 這個情況是比較少的 例如一些很絕的鞋底 其實這個內磨性,即是很 grip 的東西 內磨程度一定是較低的 越難磨泄的一定是滑一點 這些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波都是一樣 本身說你想好 premium 的時候 究竟你只要手感就犧牲了整個內容性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會打得那麼密 如果你的要求最重要是好好打 或者你覺得我最多一句換一個球 兩個換一個球都不在所不惜 那就另一種說法 所以我現在純粹以我的經驗說幾個球 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覺得迪卡納的波實在感激感 但太刺激了,不適合我 我覺得有哪些球都可以一試 我第一個說的球 就是這個Editus Pro 的遊戲 這個2.0 出版本之後 我試了好一段時間 因為這兩個女兒都打了不少 自己也有打過一下 這個本身我對它的評價是一般的 但打開之後 其實它覺得室內場的手感都不錯 室外場的時候 這個球的選號都不太高 所以在手感和內容的平衡度來說 我覺得這個球相對都算很高 因為問題是甚麼呢? 它未必去到一個非常頂級的手感 但因為你又要在外場打 它又不算是很黏層的面 所以在室外場的整體都為之高 而手感的確 如果純粹比較在迪卡納的BT500X來說 它始終是比較好的 即是無論我拿到室內場打 室外場打 它的手感的觸感 各方面的設定來說 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當然它的價錢是貴 可能是差不多一倍 但它的質素上 各方面的平衡度 除了內容性來說 都可能是為之高一點 我第一個跟大家說 即是覺得 你如果真的要 硬去取捨一個 不在性價比之外 第一個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Editas Pro 這個gameboard 2.0 好了 第二個波 又是迪卡龍 迪卡龍真的 其實也挺厲害的 其實迪卡龍的BT900X 它本身的設計 都不是純粹是內部波 這樣才瘋 即是它原本的X 其實是為Grip 但是它這個波 本身都不是純粹是 只是為室內場用的 當然可以看到 我這個比較新的 但其實在香港的時候 有另一個BT900X 都打了很多次 都打了好幾次室內場以上 但當時的BT900X 其實身後打完室內場的質量 回來的皮面 的選套程度 都不是認真高 當然我打的室內場 可能不是沙塵滾滾滾的 大家都知道我當時打的場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不乾淨 所以其實打完好幾次回來 在質量上 我覺得是保持得不錯 還有 來到第三個 就是Wilson Evolution Wilson Evolution 其實這個波的皮 都是為之薄身一點 但如果純粹用來打街場的手感 可以不可以 它的手感也是不錯的 因為我也有一個 Wilson Evolution 是長期打街場的 打了好久 都還在用著 它本身的皮質質 也維持得不錯 你問我 Wilson Evolution 是否完全不能打街場 都不是的 但你也想像到 其實它的選號 都是為之大 因為皮質偏薄一點 你要維持高手感的情況 打得久 這個波是不可以的 但是純粹說 你在街場底的質感好 可不可以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打一次 可以打到一年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也肯定 打多過這個數目 我覺得這個波還是維持相當的質量 所以這一點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是喜歡傳統一點 就是舊式籃球的手感 這個波的確是非常好的選擇 不過我覺得是老問題 你六百多元用來打街場的話 會不會有少少奢侈 這樣選擇 質量上的確在手感上 或者各方面拍球 其實現在的平衡度 都是維持不錯的 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沒有那麼耐用的 或者它去到後期的時候 Grip 可能去到之前的 一開始的七成八成左右 這個會是你想繼續 用這個波的原因 就要考慮清楚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我自己也蠻喜歡用Vilson Evolution 打街場 大家也可以參考 如果純粹問我 對比之前的兩個波打街場 我自己是喜歡Vilson Evolution 但不是代表那兩個波 之前的兩個波不好 個人喜好上 我覺得Vilson Evolution 是我自己喜歡多一點的感覺 可能是九十年代 比較像Sporting NBA 那種感覺 但其實它是更專業的 不過純粹說 那種情懷上 這個波是更加接近的 來到第四個 就是Vilson 即是NBA replica WTB 7200 當然這個7200 其實我也是聽過很多不同的朋友試 再加上香港代表的神哥 測試了好一輪的TB 7200 其實我相信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它的7200 本身的皮面 都算是厚一點 手感上來說 我覺得都算是OK 打開之後 我想整體上的平衡度 都為之高 亦不是太不吸用 即是打得一輪 我自己的粗略估計 因為我自己的WTB 7200 一直都未到手 這個是7100 所以我會認為 根據我對很多不同的人的描述 我會認為它是打街場的質感 即是手感OK 耐用程度都可以的一個選擇 但是你問我實際上 是否一定比Decalum BT500X 純粹手感上 我覺得都是畫多或少 可能差不多 這種可能是接近一些 再舊式的球的質感 因為本身有些藍面 全開了藍面 整個球的設計 亦都是握手位 各方面的東西 都是一些很傳統的籃球做法 所以如果你說 你很希望一個又是老問題 即是好像Evolution 一個懷舊的感覺 去打街場 這個球也可能是其中一個 你會想要的選擇 有甚麼去到打街場很大領 可能就是這些 打街場很大領 因為我初初都認為 其實我已經拿過去打街 其實我初初都認為 這個球可以打街 但有網友 在一些很沙塵滾滾的地 其實打了十多次 整個球就打柴 完全打不到 這東西像甚麼呢 就像開頭之前那代的Hyper Elite Hyper Elite 打街 又是很快打柴的 即是它那種被子會突然衰退得很快 然後就瞬間打柴 即是可能你打頭十至八次 它的被子可能會維持 你覺得還蠻能打柴 但我的經驗就是 Hyper Elite 打柴突然間 就會撐得很快 就像我下面的椅子脫皮 一開始散開了 一發包就收拾了 這個皮革 我本身摸起來 我覺得質感上 都不是太軟 除了我覺得 等得下去的波 有點漏氣之外 整體的質感 都不算太差 但 如果根據網友的描述 我相信 情況和前代 應該是非常相似 如果你去打塞外場 它的皮革 就不能抵擋 這麼大的磨擦 所以一開一爛 一發球收拾 十多次就會打塞 所以這款波 我真的很不建議 如果大家 如非必要 真的不要去塞外場 因為它十多次 一打完塞 這種Like 的波 一打塞 完全是沒有足夠的 不是Sporting 打到 翻毛皮 的質感 完全不是那回事 一打塞就是打塞 無謂浪費 六百多元 打十次 每次六十元 即是預訂場 我認為很多人都能做到 60元打一次 60元比場 60元打一次 都是百二元 很多人都這樣想 不然失事 又要去買 又要去取 這件事我自己不太建議 不過 你當然問我手感上 它是否頂級 是很好的波 各方面的評論都很高 不過 不覺得適合打塞 適合打街 所以這件事 大家都留意一下 不過 今天都是Anyway 如果你不用一個 可能是家場神器 你想比貴一點 去打球 我相信很多普遍的朋友 都不是真的打得太多 才會這樣 因為打在室內場 又不要介意室外場 打過甚麼波 室內場打過甚麼波 因為室內場普遍的人 都打過漂亮波 所以也沒有特別大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Moltun這波 差太遠 所以很多時候 或是打架子的GZ7X 新的力量始終是比較難搞 這一點大家都可以想想 今天推薦了幾個波 叫做打街場 但真心說 如果打街場 都是找一個不用太貴的波 一來 你打得太貴的波 我自己的經驗 一定叫人耍波 打街場 即是等下兩三個波 要是無限碰你的波 即是無限碰你的波 即是無限碰你的波 要是等於在另一邊 打球 就不見了那個波 所以你買太貴的波 在街上打 除非你去很安穩的地方 否則 其實實際 被偷比率都不太低 所以我自己 真心說 找個街場神器 真的有甚麼事不見了 都沒有那麼可惜意 還有通常的街場神器 等到自己這麼殘忍 即是他偷你 又不可惜 他也沒甚麼動機去偷你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希望幫到大家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 my channel 這樣就收到相關資訊了 Bye Bye